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接下来把镜头转向淡水及北海岸地区 在新北市第一选区 市议员候选人蔡锦贤 这一次在各区的竞选总部大门口 是准备了一张自己的人形立牌 只要民众来和人形立牌拍照打卡 就可以得到相当实用的手机架 一块去看看 选举倒数18天 不少市议员候选人为了争取民众的能见度 并且增加实用性在文宣赠品的部分 各候选人都进出其招 不过在新北市第一选区 市议员候选人蔡锦贤 这一次在各区的竞选总部大门口 准备了一张自己的人形立牌 只要是民众来到这边 与人形立牌拍照打卡 就可以得到相当实用的手机架 所以爱人特地上这个实用的手机架 手机架 拍照来打卡 我就送给一个 蔡锦贤说由于现在社会网路发达 也是人手一支手机的时代 为了要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 特别想到用人形立牌打卡的方式 送出相当实用的手机架 就是希望可以提供大家一个随身携带 又方便的辅助工具 也借此在这个手机架上头 印上蔡锦贤Q版的人偶相当有趣 因为这个手机架上头 用头可以看 可以横着跨 可以直着跨 可以夹着夹在手里 它可以横着这样跨 也可以手拿着这样跨 也可以转 也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立着看 我希望这年轻人都来利用这个 这个是很方便的 随时来这边拍照 我就随时送给他们 蔡锦贤说这个手机架 虽然看起来小小一个 但却是有着大大的功能 不只是在手上相当方便 也可以立在桌面上 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经过淡水 三只十门 珠威 八里 五个区的竞选总部 都能够进来聊天之外 更可以拍照打卡 也为候选人本身 增加许多宣传效果 记者许多安逸 带去传播报道